張學友未來一月就會回歸紅館 為他演唱會最終暫停15場演唱會 在記者會開始的時候 每場就播出學友這兩年來 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的片段 他只有以一身粉紅色西裝綠現身 今次他的巡迴演唱會是由2016年開始 至今已經完成191場 今次在香港再加15場 預計會超過220場 創下他個人紀錄之作 而巡唱對於學友來說 已經成為他生活的一部份 這個演唱會 在這兩年對我來說 他已經不單止是一個演唱會 他已經是我的生活的一部份 當然我們的組合員 有些人會受傷 有些人會結婚 有些人會生小朋友 有些人甚至在我們組合中間 都離開了我們 這兩年對我來說 是一個生活的縮影 其實裡面開心不開心 都經過 所以如果你這樣說 我哪一場 你特別記得的 其實我不記得的 之後他還在台上邀請 團隊的幕後功臣 逐一多謝他們之餘 還跟他們已經大合照扭念 另外直上也宣佈 今次過場門票不設售票處 會議網上上用卡電話 訂票和流動程式購票三旅